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英格里德恩根 赫格贝格的机会 变了射门 我觉得你简直就是在取悦对方的门将嘛 不过自家教练可就不高兴了 没有往禁区中间给 而是选择了前点 弗里达 马努姆 直接传给了对手 攻入了对方半场 能不能创造出机会呢 防守队员很及时的一次破坏将皮球解围了出来 这是一个机会啊 就被对方抢走了 反击失败 没有急于处理啊 还在观察队友的跑位 幸亏有他及时出现了 完成了抢断 稍稍高出了衡量 不错的尝试啊 网霜 他还在继续带球 往对方球门推进 往双 要进了 这球啊 防守队员及时出现 真是真是太及时了 要不然这球肯定进了 这还真不好说 如果碰到防守队员后 飞向球门 这是个好机会 能将阻挡的进球 慢慢组织 别着急 球交给了格拉汉姆 一次完全没必要的失误 把球传给了对手 这是个非常好的反击机会 防守方需要尽快 回到自己的位置 一个横传 传到禁区里 这里有队友接应 还没找到队友呢 就被门将拿到了 唐嘉丽 很显功力的一脚跳船啊 领先的机会 还好这球挡下来了 直接传到防线背后 好机会 干净利落的多回球权 完美的滑铲 一次成功的抢断 终结了对手的进攻 有没有信心直接打反击呢 这次反击八次还没一撇呢 就被对方断了 这球有戏 王霜拿到了这条极具穿透里的传球 好的 分场比赛迎来了第一个进球 再来看一次进球回放 这个球传得实在是太到位了 直接穿越了对方方线 让他在这种距离拿到机会 这已经是十拿九稳了 肯定是万无一失 比方现在变成了一比两 这是一次非常关键的拦截在对手 真正威胁到球门之前 及时地化解了对手的攻势 现在有机会发动反击 慢悠悠的回防 可不是防反击该有的态度 进球内有队友在接应 一脚横传打过去 这个结尾没有处理好 球还在危险地带 看这脚什么 门将的注意力非常集中 没什么问题 球传到了近距离 球传到了近距离 比球出了边线 接外球 英格里的恩根 爱达赫格贝格 距离很近 机会 这球全靠这门将啊 要不是他这球就危险了 张欣 应接不暇的进攻 却总不能开花结果 他们如果还想取胜的话 就不能再这样肆意挥霍了 现在的问题啊 不是不进球 而是 你球不在他们脚下 还要不是一分钟 全场比赛才会结束 上部门比赛结束 比赛进入中场休息 中场休息过后 换成了挪威女足来开球 双方下半场争夺开始 王珊珊 直塞过去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现在就等着攻击球门了 他们再击一球 优势扩大到了两球 这一脚直塞球 值得我们通过飞方 一看再看 面对对方的防守压力 他们也没有慌张 找到了最合适的 起脚时机以后 将就打进 优势扩大 比分变成了2比0 卡罗林 格拉汉姆 正所谓欲速则不打 他们现在是非常有耐心 看看格拉汉姆的处理 防守将球篮下 阻止了射门 球被防守队员碰出了底线 送给了对方一个脚球 他突过去了 门将这次扑就 堪称是舞阳桌边 不对 上天揽月 前点 马伦米尔德 这次他要走内线 对手夺回球权 破坏了这次进攻 刚刚才说这次进攻 很有希望 说早了 一次绝佳机会 这球还没有结束 队员没有犯错 危机已经解除了 这个打门可以说 已经处理得非常完美了 但无奈 对方门将的扑就 也是神来之笔 门将还不能放松啊 因为下一波进攻又来了 王珊珊 张欣 杀到前场 找中路接应的队员 断球了 看看下面要怎么组织 当时一脚远射偏出了球门 机会好的话 打远射 其实无可厚非 对的 机会就在他脚下 又一个呀 他们今天脚风很顺啊 已经领先三个球了 单枪匹马 杀到对方腹地把球打进 整个过程太精彩了 干净利落 简直不可阻挡了 目前比分已经变成了3比0 双方已经进行了65分钟的比赛 只剩下25分钟的比赛时间了 身边这是有队友来支援了 艾达 赫格贝格 球进了 回方来了 再来欣赏一下进球的过程 边路送出了一次非常漂亮的传终 他在门前拿到了打门的机会 由于距离球门太近了 对方根本没有办法能够阻挡他 双方目前的比分是3比1 双方目前的比分是3比1 看起来机会不错 王双拿到了这脚极具穿透里的传球 你看这个球进了 这个进球很大一波 怎样归供于这脚极具穿透里的传球 我们通过回放再来欣赏一下 最后的这脚推射更是让门将鞭长莫及 比分被改写成了4比1 弗里达 马努姆 他们又拿回了球权 精准地跳传落点非常好 堂尸了一脚掉射 差了一点啊 要是他运气好 那么一点点的话 结果就完全不一样了 是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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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手的这次进锅 止步于他的这一脚铲球 反击的机会来了 脚下球丢了 这次反击戛然而止 这位是艾达 赫格贝格 这球略微缩小了分差 不过时间也不多了 这个球充分地说明了一件事情 有一个好的传球手 进攻难度就会大大降低 然后就是一个双轨拍门的机会 门将对此无能为力了 目前的比分是4比2 传球失误 球权交给了对手 艾美里哈韦 古罗赖腾 进区率及时抢断 超级关键 能不能抓住这个漏洞打反击呢 张鑫 机会来了 球进了三球领先了 这个球彻底杀死了比赛 一个人带着球 过五关 斩六将 佩服佩服 这就是他单兵作战能力的完美体现呢 裁判马上就将吹响全场比赛结束的哨声 这场比赛已经没有什么悬念了 比赛还没有结束 要捕食两分钟啊 这次没能得到幸运女神的眷顾 擦着横梁 飞了出去 全场比赛结束 他们在自己的主场收获了一场胜利 这次没能复杂了一场比赛